美國國務卿塔勒森星期三表示 他認為緬甸軍方領導應為目前影響 緬甸羅興亞穆斯林人口的難民危機負責 最近幾個星期以來 已有50多萬名羅興亞人越過邊界進入 鄰國曼格拉逃避緬甸軍隊 在羅興亞激進分子對緬甸安全部隊 發動致命襲擊事件後 對他們這少數族裔社區的鎮壓 儘管緬甸官員仍然繼續否認危機存在 但鎮壓行動導致大範圍暴行發生 已招致國際社會的強烈譴責 美國國務卿塔勒森星期三說 我們的確認為軍方領導人要為若開邦地區發生的事情負責 對美國來說 最重要是世界不能對該地區所報告的暴行就手旁觀 屬視無睹 塔勒森這番表態是在人權活動組織國際特赦發表 一份報告後造出的 那份報告指責緬甸安全部隊對羅興亞人實施 系統性的清洗 國際特赦根據基於對100多名難民進行面談社的報告說 緬甸安全部隊向幾百名試圖逃離自己村莊的羅興亞人開槍 並將身體虛弱無法逃離的老人和病人放火燒死